自达尔文创立进化论以来 我们大多数人都相信人类是生物进化的结果 但进化论并不能解释所有的现象 在一部分人看来 人类起源的问题依然充满争议 他们提出了不同于进化论的其他假说 比如资源说 能量说 基因说 细胞说 外星说 海洋说 等等等等 其中的一种假说认为 人类是外星人的后代 或者说外星人创造了人类 他们甚至认为耶稣就是外星人 异形系列电影 特别是他的前传 就暗含了这样一个前提 本期视频我们就来分析分析 细思统一的异形系列电影 大家好 我是问剑 国内外的很多影迷 对异形系列电影 做了大量的解读和推理 这些解读和推理非常精彩 但大多从微观细节进行分析 本期节目 我将从宏观的视角 由某个物种的起源出发 通过异形的前传普罗米修斯 以及最新异形契约流出的信息 分析整个异形电影影这个脉络 在异形系列电影中 主要的角色有四种 分别是人类 异形 生化人 和外星人 我们将重点分析 四种角色之间的关系 第一是外星人与人类的关系 根据普罗米修斯的剧情 外星人创造了人类 第二是人类与生化人的关系 毫无疑问 人类创造了生化人 这两种关系都是非常明确 很好理解的 关键是第三种关系 生化人与异形的关系 每一部异形电影中 都会出现生化人 他们似乎完全低迷于人类 但他们对异形 好像又有一种特殊而又诡异的看法 根据普罗米修斯 和最新异形契约流出的信息 我们大致了解了异形 这个物种的体源 它们源自一种外星病原体 也就是普罗米修斯中 出现的黑色液体 它们能寄生于一切动物体内 并修改宿主的DNA 最后变成异形 从宿主的身体缩体而出 但这种原始版的异形 并不完美 还有很多问题 后来生化人大卫 经过多年的研究 对这种强大的物种进行了改造 才最终演变成了 是生化人创造了终极版的异形 现在我们总结一下 这四种角色之间的三种关系 如果要用一组词汇来形容这些关系 你可以把它们概括为 前面都是创造者 后面都是它们的成果 它们是创造者与成果的关系 你也可以把它们称为 制造者与产品的关系 甚至可以称为 父亲与孩子的关系 但最贴切的一组词汇 应该是造物主与造物的关系 在异形电影宇宙中 外星人是人类的造物主 人类是生化人的造物主 生化人又是终极版异形的造物主 虽然造物主与造物这两个词 有一点宗教的色彩 异形的前传也确实蕴含了某些宗教精神 但我们完全可以跳出宗教的范畴 仅仅从科技发展的角度来理解这组词汇 我们就从这个视角 重新梳理异形电影宇宙的整个故事 在异形电影宇宙的故事中 所有的造物主与造物之间的关系 都分为四个阶段 那就是起源 服从 觉醒和反叛 下面我们将逐一分析这四个阶段 首先是第一个阶段 起源 这个阶段的核心问题是 造物主为什么要造物 对于这个问题 普罗米星斯中生化人大卫和南博士之间的对话 已经给出了回答 当南博士沉迷于外形人 为什么要创造人类的问题时 生化人反问 人类为什么要创造我 南博士答道 因为我们有这种能力 生化人又反问 如果你听到你的造物主说出同样的答案 会是何等的失落 在这里 生化人的反问是充满哲理的 他既表达了自己的失落 也暗示了人类的失落 这种失落就好比一位自命不凡的门徒去问上帝 你为什么要造我 是不是因为我天生不凡 还是因为天将将大的于我 或者是因为我拥有连你上帝都羡慕的某种能力 而上帝只淡淡一笑回答 我创造你只是因为想发个朋友圈 展示一下自己迷人的技术 听到这样的回答 你可以想象这个以自我为中心的门徒将会何等的失落 所以按照这个观点推理 在异形电异宇宙中第一个起源的阶段 外星人以播撒DNA的方式创造人类 人类以人工智能的方式创造生化人 生化人以生物改造杂交的方式创造终极版异形 都是某一种造物主 在自己掌握的技术能力 累移到一定程度之后发生了必然结果 在经历了第一个阶段的起源之后 造物主与造物的关系就顺利地进入了第二个阶段 也就是服从的阶段 普罗米秀斯中相隔千年不同文明的壁画 暗示了在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 外星人扮演了引路人和导师的角色 而古代的人类也服从于外星人的指引 同样的 生化人在人类造出他们来之后 也是服从于人类的 而最新的异形契约流出的信息 虽然没有明确显示 新生的异形会服从于生化人大卫 但至少他像宠物一样和大卫和平相处 在服从这个阶段 无论是受外星人指引的人类 还是听命于人类的生化人 都从自己的造物主身上 学习到了丰富的知识 积累了大量的技能 而与生化人大卫和平相处的异形呢 目前来看 他们还没有到达传授知识的阶段 就已经被打死了 但如果异形系列在拍完前传之后 再拍后传 说不定就会出现异形学习技术的场景 毕竟在异形正传的第四步中 就已经有了高智商异形的影子 在经历了服从阶段之后 造物主与造物的关系 将会进入第三个阶段 也就是觉醒阶段 在异形电影宇宙中 人类和生化人都达到了这个阶段 在这个阶段中 他们掌握了很多技能 有了新的认知 他们会发现 造物主也不过如此 按照普罗米修斯中 生化人大卫的说法 造物主终究只是凡人 更重要的是 他们开始思考一个重要的问题 我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他们可能会寻找各种答案 但不管他们获得什么答案 有一点都是肯定的 那就是 他们认为 自己不是为了造物主而活着 他们要按照自己的意愿 而不是造物主的意愿生活 他们甚至可能希望 自己成为造物主改造世界 造物从此觉醒 他们要把造物主一脚之强 于是二者的关系 不可避免地进入了第四个阶段 反叛 在异形电影宇宙中 人类和生化人都主动反叛了自己的造物主 首先看人类的反叛史 在普罗米修斯的电影剧本设定中 外星人的目标是毁灭地球 因为人类把他们在地球上的代表 钉组在了十字架上 也就是说 剧本的基本设定史 耶稣基督实际上是外星人 当时的人类不再想服从外星人的指引 于是高举了反叛之旗 杀死了这个外星人在地球上的代表 正因为这个事件 2000多年前 外星人在LV223星球上制造了大规模的生化武器 也就是那种含有病原体的黑色液体 准备投射到地球上毁灭人类 但却因为意外事故 导致参与事件的外星人全军覆灭 人类这才侥幸逃过一劫 再来就是生化人的反叛历程 这在最新的异形契约流出的信息中可以看出端语 甚至可以推测后续的异形前传 也将以此作为故事背后隐藏的主线 现在来总结一下前面我们的分析 在异形电影宇宙的故事中 暴物主义暴物之间的关系分为四个阶段 起源、服从、觉醒和反叛 使用这四个阶段的架构 我们可以重新讲述异形电影宇宙的故事 很久以前 外星人创造了人类 人类听从他们的指引发展进步 后来 觉醒的人类踢开了自己的造物主 想要自己主宰一切 于是他们杀死了造物主在地球上的代表 一场血腥之战一触即发 不久的未来 人类创造了生化人 生化人服从人类的命令不断学习 后来 觉醒的生化人 踢开了自己的造物主 想要自己改造世界 于是他要杀死造物主 一场血腥之战 无一触即发 前面的一场血腥之战 因为外星人的意外事故没有发生 后面的一场血腥之战 因为电影还没上映 不知道发没发生 但不能掩盖的是 人类对外星人做的事情 和生化人将要对人类做的事情 是核起的相似 造物主与造物之间的争斗 是核起的残酷 这在今天这个 生物技术 人工智能技术快速发展 人类科技不断接近造物主的时代 异形系列无异于警示横延 好了 异形系列电影的深度解析就讲完了 如果想回顾异形系列电影的剧情 可以观看我的上一期节目 我们一口气快速的了解了 五部异形电影的剧情 异形系列是科幻时的经典 科幻经典五星推荐 如果喜欢我的影评 请关注我 为我点赞 看点科幻大片 感受脑洞经验 展示好片的非凡面 发现烂片的散光点 我是问剑 写科幻小说 看科幻电影 我们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